这什么叫动脉血 什么叫静脉血 动脉比静脉还快 静脉血呢 静脉血不流啊 静脉血它游得慢 静脉血它游那么快 动脉血就有静的过程 别绕了 你待会儿睡得把它绕开了 你看 完了 完了 你把这气儿给放了 九 八 哎呀 赶紧 哎呀 有什么状怒 特别大如海 就特别冷那个海 你们说是哪个 静脉脉 为什么不是柴米油盐呢 柴米油盐 柴米油盐 你还真能招我呢 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致力快车 我是方琼 她是丑丑 今天依然是我们致力快车的水果大战 今天来分赛的两队是 橘子 豆 椰子 全家的专家 荡豆 椰子 椰子 永远 生命 对 这边是一下哪边的小朋友啊 我们从橘子队开始介绍吧 谁是队长 我是队长 全都是 全都是啊 主要我们村都 我是来自天津市南开区第一幼儿园的何天一 我今年六岁了 天津有好多好多好吃的 好玩的 好吃的就是十八斤麻花 小宝栗子 还有果不理包子和煎饼果子 好玩的就是 尖眼 我是一个 有点活泼吧 算是活泼 庆哥开朗的小朋友 希望大家为我加油 何队长 你说今天来让谁就自我介绍 还是你给我们介绍 他们俩 点点点点点的话 这个日麻半个挂 请到我在这期话点豆花 李兆峰你当豆花 来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李兆峰 我今天六岁了 还在天津 欢迎大家到天津来 旅游观光 我给大家去游览 动物园 植物园 水扇公园 北京公园 人民公园 中文园 中山公园 去地海 十一公园 海河 外山公园 海河一夜广场 还有天津四月 零四公里的海河 也有清水平丹 景观带 陈长山 狗里 包子十八 尖麻花 耳朵扎高 不管您时间不过 可以登上 二百七项的 天塔路天观光台 老板 天津的美景 和大真市 终于是达千百度 默然回首 天津就在灯火 阑珊处 老伯都说了 还请大家 亲自到天津的路里 走走吧 嘿 你这完全就是 一天津旅游形象大使 接下来到你了 蔡景晨 我叫盘景晨 我来自天津市 我 我 我今年六岁了 我 我特别爱跑步 所以今天 但凡要是 有什么体育体 肯定就找你就行 来 中文他们自我介绍 大家也可以看出来了 这三位小朋友 都是来自天津的 好了 认识完橘子队 我们接下来 看一下椰子队 椰子队 谁是队长啊 我 他是副队长 我是队长 那王子牛 作为正队长 你先来给我们 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王子牛 我 我 我 今年五岁半 后边的四九姐也忘了 你从哪来的呀 我的老家是山东 你 我的家住在北京 接下来 蔡元熙 我叫蔡元熙 今年五岁 我今天和乐乐带来一个小舞蹈 还有王子牛 还有王子牛 还有我们一大名字 名字叫做青春猪猪宝贝 好 王子牛 你别客气了 人家都说了 我们一块来带来一个舞蹈 那先跟我们跳一跳吧 好 来 我们掌声欢迎 小嫩奶奶 你的脚别乱揣 淘气就放你站在门外 有问题要多为你更歪 走入水后屁股别乱摆 吃饭满前把手提拜拜 甘甜蝴蝶你不要发呆 生病了要勇敢的对战 长大以后要把握回来 Oh why 轻轻嘟嘟宝贝 好爱你不累不累 每一天呗 你的爱是一天呗 轻轻嘟嘟宝贝 黑斑夜空最美 把快乐都告诉了全世界 Everyday 好 谢谢 我特想问问你 王挺牛 学这舞蹈是你自愿的吗 是自愿的 为了这个团队 是不是 那说心里话 真难为你了 你就责当锻炼会身体 真好 接下来 星泽源 到你了 大家好 我叫星泽源 今天我四岁半 我来 我来自北京 我喜欢弹钢琴 还有舞蹈 好嘞 今天呀 你们三位是来自北京的小朋友 那边是来自天津的小朋友 你们觉得你们今天 有把握能胜利吗 有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 水果大战的第一关 答答答 究竟谁先来答题呢 我们这样 我们来热身赛一下 我们既然要热身赛 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点 好吃的 这两样啊 一个是北京小吃 驴打滚 驴打滚 还有一个小吃叫什么呀 天津的大麻花 接下来呀 我们就要请两队 每队派一名队员 我将给你们往这个托盘里面 加上不同重量的驴打滚 或者是大麻花 你们来估重量 谁估的重量最接近 谁就厉害了 哪队就可以优先答题 所以你们一定要选一个 对筋秤有概念 起码 陪妈妈奶奶买过菜的 知道这一斤东西大概有多重的 来 你们谁来 队长 我去我去我去 队长 我去我去 队长 我去我去 队长 我想问一下 何队长 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 选出你来参加这个游戏呀 因为我是队长 队长就应该带着 所以我在比 队长就应该有带头作用 是吗 对呀 毛主牛 为什么你来了呢 他们都不会 那我就 那我就来一次 你责无庞贷了 那我就试一次吧 好吧 你们知道大概一斤有多重吗 一斤大概 它粉了 你就粉了 一斤大概 几 还有这一把 这样 我这儿呢 有一瓶水 这瓶水的重量呢 你们可以编一编 大概有一斤一两左右 来 你试试 来好多吧 一斤一两啊 你不好好试 你一会儿可就答不对题 啊 好好感受一下这个重量 那这样就可以感受到 接下来 接下来 河天一 你先颠一颠 判断它有多少 这瓶水 五百五十克 你觉得这儿有多少克 我觉得这儿有 几十多是这个 几十多克 这公斤呢 对啊 我就二十一公斤 反正我没练出来 反正我是没练出来的意思 一百 刚才这一瓶水 是五百五十克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是四百 四百 你觉得是四百克 是吗 对 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三百 你觉得是三百 好嘞 谁的克数最接近 谁就能够得到 优先答题权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共是 八百七十一克 那谁的重量最接近呢 他呀 那么恭喜河天一 你的答案最接近 正确的答案 好了 优先答题权 我们交给橘子队 接下来 我们就有请橘子队 来优先答题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三位 请听题 李兆峰 刺猬已经灭绝了 对吗 错误 正确 蓝景臣 恐龙已经灭绝 对吗 是 正确 何天一 蒙马像已经灭绝 对吗 正确 李兆峰 天津属于北方的城市 对吗 错误 错误 这是北方的城市 蓝景臣 十二月过后是十三月 对吗 对 错误 何天一 梅花在夏天开 对吗 不对 正确 李兆峰 传说中居住在月亮上 陪伴嫦娥的是一只兔子 对吗 错误 错误 这是兔子 对 谭景臣 正月十五是中秋节 对吗 对 错误 何天一 煮饺子要水开了 再放饺子 对吗 对 正确 我们来看一下 鱼子队一共答对了五道题 这个正月十五是中秋节吗 正月十五要怎么着呀 闹元宵 我们应该吃什么呀 元宵 对了 我想问一下 十二月过后是十三月吗 潘景臣 对 对呀 就一紧张又错了 是不是 李兆峰 天津是属于北方的城市吗 你是北方人 你是南方人呀 北方人 北方人 我又忘了 就忘了 一许当就说错了 是吧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橘子队答对了五道题 得到了五片水果 接下来 叶子队 王子牛 鲤鱼生活在海里 对吗 错 正确 泰元熙 善鱼生活在海里 对吗 对 错误 信泽元 鲨鱼生活在海里 对吗 对 正确 泰元熙 写写的都是公文的 对吗 都是母蚊子 正确 信泽元 蚂蚁有四条腿 对吗 不 正确 男子牛奥运会 每四年举办一次 对吗 对 正确 蔡元熙 炸鼠条用的是白鼠 对吗 不对 不对 二 正确 信泽元 鱼和马是同一种动物 对吗 不对 正确 正确 这个炸鼠条用的是白鼠 你特别含糊 炸鼠条用的是什么呀 土豆 土豆也叫什么鼠啊 马铃鼠 对了 我们来看一下椰子队 九道题一共答对了七道题 恭喜你们加上七片水果 好了 那么第一关我们来看一下椰子队 答对了七道题加上了七片水果 橘子队答对了五道题 你们暂时落后两片水果 哎呀 怎么办呢 凉拌吧 凉拌 所以你这当队长 你的心态倒挺好 是吧 好了 第一关就是这样 我们还有第二关 来看一下他们的表现 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 抢 抢 抢 我们先来看第一题 看电视 真勇敢 第一个上来是吧 对了阿姨 有没有什么 再让他稍微 爽疼 你一个就考验阿姨 加油 不要已经下载了 是不是不会让这个椰子疼啊 阿姨能再绑紧一点吗 把这个椰子带绑紧一点 阿姨 你累了都够疼着了 阿姨用什么稍微 给我看一眼 你疼不疼啊 放松 已经好了 来 手一松一转 这 我都往上你的手伸通 你太勇敢了 你看 一针见谁了 压上啊 我帮我拿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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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夹着这有点疼 嗓子我看一下身边 还有给我嗓子要抽血啊 嗓子要看一下 有没有小虫子 我抬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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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气 你累得行 你就没直觉了 打上 打上 一点都不疼 刚刚我们看到了 最夜假期里面的小队员 因为要到高原去 所以他们进行了 一系列的体检 请问 刚刚他们在片段当中 进行了哪几项检查呢 开始 叶子队 请告诉我们 刚刚你们看到 他们都检查了什么 扎针 扎针是干嘛 就是 就是抽血 抽血 还有检查 检查 有没有什么小虫子什么 还哪有什么小虫子呀 那个地儿叫什么地儿 潮 潮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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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什么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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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啥阿 啥我饿呀 啥我饿呀 是 你想让你们去医院检查的时候 通常医生就会说 来我看看你的 什么 我在医院 很少医生 就 很少医生 给我看这个 我不知道 那你再跟我说说 我再听听 还有什么检查到哪了 医生拿着什么 在听什么 肚子 听肚子吗 听心脏 那是哪儿啊 心脏 听心脏 还有吗 你们要补充一下 你这个看的是什么地方 我们不能大喊大叫 要保护什么 嗓子 哎 这就可以给你算对了 是不是 我们先抽血 咽血 然后呢 看一看嗓子 看你的扁条体 咽喉 是不是有种 红种 另外一个呢 我们要听听心脏 听听心率 是不是 好了 恭喜椅子队 这道题 可以加上一片水果 要观察主题 好了 椅子队 你们要加油了 接下来 这道题啊 真的有一点点难度 刚刚我们看到了 这个圆圆小朋友 在这个片段当中 他最害怕是什么呀 阿姨给抽血 问题来了 请问 抽血 一般抽的是 是静脉血 还是动脉血 开始 好 橘子队 你们抢到的这道题 来告诉我 抽的是什么血 应该是静脉 静脉血 因为动脉一破 整个人都死了 真的吗 有那么大的威力吗 你看这就是动脉 这就是动脉 这什么叫动脉血 什么叫静脉血 动脉比静脉还快 静脉血呢 静脉血不流啊 静脉血它流得慢 静脉血它流那么快 动脉血就有 静脉血 那么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我们抽血 一般抽的是 静脉血 恭喜橘子队 加上一片水果 谢谢加油 来看我们下一道题 看电视 青海省昆仑山亚口 海拔4768米 走 你休息 可能让车里开闷了 神乌鸡 你靠着休息 你就当这是你家的床 我还疼 或者还觉得我是 有点不舒服 他可能有老眼反应 阿姨 我就觉得头有点疼 有点恶心是吧 小姑娘 你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他这个谁要吗 我都真的太疼了 八十多菜 上车休息 上车休息 这个不要 大家不要动 不要动 那这都是头疼的 好了 刚刚我们看到这个片段 最业假期的小队员 身体发生了不适 很不舒服 那么请问 他们是在哪呢 身体会不舒服呢 A 四川盆地 B 华北平原 C 青藏高原 开始 椰子队 椰子队 请告诉我 你们的选择 他们是在 青藏高原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去了高原 你刚才看到介绍了 是吗 那海拔有多高啊 四千八百 四千多呢 是吗 那海拔四千多 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海拔 是什么意思 谁知道海拔 是什么意思呀 何天一 海拔就是在 那个高原山上 有多高 它跟哪比 有多高呀 这我就不清楚 最近我还真不知道 只知道那很高 是吗 李嘉峰 海拔就是 有什么重要路 特别 大如海 就特别冷 就这海大 就这意思 就这意思 是吗 海拔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比海平面高出多少 我们说了 海拔四千多米 就是比海平面 高出四千多米 所以人到上面呢 就会有呼吸困难 头疼恶心 等一系列的症状 好了 所以椰子队 恭喜你这条题 回答证件 加上一件水果 接下来 我们这个问题呀 也是一道地理题 你们要听清楚了 请问 中国的地形是 A 东高西低 还是B 西高东低呢 开始 橘子队 橘子队 橘子队抢了 我这点 听说 中国的地形是东高西低 还是西高东低呢 B 西高东低 你确定吗 我确定 我非常的确定 我百分之一万的确定 那你给我讲讲 为什么西高东低 是我自己猜的 嗡的 嗡的 但是我相信会赢 嗡的你都敢说 百分之一万会赢 对呀 你这么厉害呀 有人给你打电话没有 打听是我姐姐 你姐姐怎么告诉你的呀 然后我就说一个 姐姐来摇头点头 真的呀 真的 哪个姐姐在摇头点头啊 赶快来澄清自己 不是我说的 是吗 就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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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 爸爸和姐姐 是吗 作为一个男子汉 我问问你 如果 咱们不会的东西 咱们假装会 你觉得这样好吗 我应该是 骗人 骗人 我告诉你 中国的地形是西高东低 你觉得这片水果 我要不要给你加上 要 还可以吧 还可以 你想想你自己 是不是个男子汉 别道题 你会不会 你是怎么会的 怎么答对的 看我手势 看我手势 看你手势 这是姐姐告诉你的 是吗 那你来做决定 你告诉我们 这片水果 我们是加还是不加 我听音乐都用听出来 通常如果要有这种作弊行为的话 我们会扣掉一片水果 现在我也要扣掉你一片水果 因为我已经给了你们好几次机会 我本来想说你要说你要说不加呢 我就不扣你的水果了 但是我给了你好几次机会 作为一个男子汉要有责任有担当 扣掉一片水果 会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 明白了吗 这道题 中国的地形是西高东低 大家记住了吗 好了 我们抢答题 还有一道题 来 看电视 小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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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一路都走过来了 就是到最后一站第五站 男生爬到最高 我觉得有点指向 最主要的是 最主要的是我真想去看看藏羚羊 我们刚才说了 最夜假期里面的几个小队员 他们到了青藏高原 想去看藏羚羊 但是呢 有一些小朋友身体不适 不能再往上走了 接下来呢 我们的这个问题呀 跟青藏高原上 生活的动物还有关 除了他们想要看的藏羚羊 那么以下哪种动物 也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呢 A 袋鼠 B 牦牛 C 斑马 开始 D 椰子对 斑马 斑马 生活在青藏高原 是吗 你们俩同意吗 同意 同意 你看看 这个队长抢先来答题 队员充分的信任和支持 我想问问橘子队 如果要上你们来回答的话 你们会选择什么呢 我觉得也是斑马 你们觉得也是斑马 是吗 为什么没人选袋鼠呢 袋鼠生活在什么地儿啊 森林 带鼠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草原上 对 所以呢 它不是生活在森林里 也不是生活在青藏高原 那么斑马呢 生活在非洲大草原 所以 生活在青藏高原的 除了有藏羚羊 还有我刚才说的 牦牛 很遗憾 椰子队 这道题 回答错误 扣掉一片水果 两关结束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成绩 橘子队 五片水果 椰子队 八片水果 暂时领先 好了 还有我们的最后一关 到底谁会成为我们今天的冠军队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来 爸爸妈妈 给我们送口水喝吧 好了 马上将进入我们今天水果大战的第三关 选选选 在这一关当中 我们一共有六个科目 任小朋友来选 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 由分数较低的一个队伍 先来选择科目 橘子队 六个科目 你们选什么 买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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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说我们天年人吃讲究啊 所以你看这三个小朋友 首当其中选择了美食 就考考你们的 鉴赏能力 最美食的鉴赏能力 这样我先问问三位 你们三个谁最善于吃 谁呀 何天一 韩锦晨 余兆锋 我觉得是这样 三位都举手了 我们还得要选出一位 这一个人呀 责任重大 你是不是能把这道题完成好 能不能给自己的队伍 这个加上一片水果 整个关系的你们队伍的命运 你们自己再商量一下 好吗 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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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想 可是我 别求我 我真的一道题都没答过 但是他就下一道题 我知道他就下一道题 你已经答过 咱们还帅气了 可不可以 那我是三道题的第一队长 然后 现在到第三关了 那还是我的队长 我知道 但是我一次都能下去 那是第三关队长 好了 还有最后的五秒钟 告诉我们你们的选择 我不会来选你们谁 是要你们自己的队伍的队长 来告诉我 你们选谁 我选我自己 我选我 都自己选自己 那这样吧 咱们三个 一局定胜负 来 来 预备 三个人一起 预备 石头 剪刀 布 盘景晨 你先被淘汰了 来 李招峰 何天一 石头 剪刀 布 石头 剪刀 布 石头 剪刀 布 哇 好了 何天一 给大家提一个要求 这三个盖子里面装着三种食物 所有的人特别是橘子队的人 看到我打开的这个盖子之后 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不能告诉队长这是什么 如果你们出声了 不仅不能得分 我还要扣掉你们的水果 他没有答对不扣水果 但如果你们要违反比赛规则 就要扣水果了 听见没有 也提醒椰子队 所有的小朋友 不能出声音 好了 你准备好了吗 何天一 我们要把你的眼睛 蒙上 耳朵也要扣 耳朵就不用蒙上了 好紧 好紧啊 还行吗 还行 还行 好嘞 接下来 我们还要把你的鼻子加上 就能闻到它 对 要不然你鼻子又会闻到它了 疼吗 还行 还行 好嘞 你拿好纸啊 如果要吃到外面了 你就擦下嘴巴 好吗 可以啊 我们先来吃第一种东西 给我吃少点 要不然我无法呼吸 好的 小少的 张嘴 张嘴 咬 那会好 吃吃什么东西 吃笑话 你先吃了咽了再说 我不知道那个水果怎么说了 我忘了 忘了 它长什么样啊 它就是一个外头一个 粉色的一个球上有刺刺 一个粉色的球上有刺刺 你说的是荔枝吗 不是 那是什么呢 就是里头是白的有黑仔 有黑小的仔 哦 黑小的 好了 接下来 你再尝尝这个 张嘴 香蕉 特别腻乎 特别腻乎 水果中腻乎的就是香蕉 水果中腻乎的就是香蕉是吗 对 吃完了吗 来吃下一个 嗯 西瓜 再跟我说一下 你今天吃到的这三个水果都是什么水果 第一个 是粉色的 前上有刺刺的水果 第二个是香蕉 这三个是水果 粉色 身上有刺刺的 你说里面是白色黑点点的 也有里面是红色黑点点的那个东西叫火龙果 是吗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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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我们接下来把这个鼻夹子拿开 把眼罩 拿走 把眼罩拿走 看看你 回答正确了没有 恭喜你回答正确 加上一片水果 接下来 笛子队 几个科目 你们选什么 动物 动物 你们都已经想好了是吗 对 哎呦 这道题呀 有一点点难度 你们对三个人都可以上来 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面前呀 有五种动物 有 猪 马 兔子 这是兔子吗 兔子 你们看一眼 是 我可不告诉你们这是什么 这个呢 老虎 还有那个是什么呀 大猩猩 猩猩 好嘞 小动物们把尾巴给丢了 你们 好可怜 要把他们的尾巴给他们装上 好 而且 一定要安对了 不然他们就该不高兴了 好不好 我知道了 这个是松鼠的尾巴 来 接下来 你们开始干活吧 加油 你们可以站到前面看一下 看看看看按的对不对呀 位置也得对啊 是应该这儿的 这样子 就是这儿的 我知道 好像这样对吧 好可怜 哎 老虎 星星的猴 尾巴哪儿去了 这是斑马 这是马 这个是什么 斑马 哎呀 这个 雙就没有尾巴 没有尾巴 根本 星星 根本就没有尾巴 还有最后的十秒钟 十 9 8 7 6 5 4 再看一下还有没有错误的 3 2 1 时间到 好了 都到后面来站着来了 不能再动了 第一个 这是谁啊 小猪的尾巴 最后王子牛给调整过来了 刚才这尾巴怎么着了呀 那个 找到了 是不是 张反了 第二个这是谁呀 小马的尾巴 这回是小松鼠的尾巴就对了 是不是 老虎 还有老虎的尾巴 星星的尾巴上哪去了呀 星星根本没有尾巴 对了 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这道题可以加上一线水果 就和你们 现在叶子队九片水果了 举组队 语文动手书法体育 你们选 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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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问一下哪项运动 属于冬奥会的比赛项目 冬奥会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这是冬方的那种奥运会 哦 不 不是冬方的冬 知道奥运会吗 知道 那么冬奥会是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不是冬方的冬 是冬天的冬 这几个项目哪个是冬奥会的项目呢 A 滚轴 滚轴 是吗 不是 对 游泳 游泳 李嘉峰你说 滑雪 滑雪 对 为什么呢 应该是冬 因为那那跑步都被人的雪盖上了 那它大滑雪了 冬天了 冬季奥运会所以就得滑雪 是吗 在游泳里那蛇会冲冰的 那人都冲冻住了 都冰了 哦 那我得问问何天一 你说是游泳 他说是滑雪 他说是夏天几万的奥运会 奥运会应该就是夏天的 反正我刚才说了半天了 你们告诉我最后一个统一的答案 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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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是游泳 是游泳才对 滑雪 滑雪 这么冷 那人是冬冰 你还游泳吗 因为那里有加热气 五 四 三 二 到底是怎么着 你们这意见就没有统一过 是吗 统一 统一是游泳 统一是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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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考虑一下其他两位小朋友的意见和建议呢 我写高权那个平衡书 你老大子总也听了别人的意见了吧 是的 我们能少数服从多数吗 何天一 但是这就是事实 我蒙的 要不咱们相信他们一回 要不 还是你这 这还是要听你的是吗 还不 不是滑雪 滑雪 潘锦晨 听你的 你说 我觉得应该是滑雪 李章 李完峰 要不然你这样 我再给你个机会 你说服一下队长 你告诉他 为什么是滑雪 不是游泳 我告诉他原因了 因为冬天你现在要游泳 这中间有游泳 就在身边 有游泳 还有什么游泳 我现在都 我现在都快着火了 反正何天一 根本就不同意是滑雪 是吗 对 怎么办呀 你们这到底选麦 可急死我了 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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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泳 两个数 比一个数多次要尽권 但是队长 比队员还大呀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你知道方和何天一 你们俩 石头剪刀布 你想 你们俩能测过他 你们就听你们的 好的 来 石头剪刀布 他赢了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游泳是错误的 滑雪是正确的 加上一片水果 耶 我又赢了 何天一 我们可以听听 其他小朋友的意见和建议 是不是 刚才李兆峰都说了冬季运动会 你想想专门还有滑雪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强调 是冬季运动会呢 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好不好 大家可以选你当队长 如果你要是总不听大家的 他们也可以不选你当队长 好吗 接下来椰子队 动手 动手 动手能力这么强吗 哎呦 这个动手题啊 还真的是需要一点胆量呢 来 上道具 打气球 我自己打手 对了 打气球 这个气球可不大 很多女孩子在打的时候 怕会不会把它打爆了 所以你们要做的是 把这个球 打起来 更重要的是 你们用什么方法把它记住 能打三个气球 最后让它 摆在这儿 这道题 你们就可以 加上一片水果 反正就四个球 最后我要三个 打好了的气球 你们可以共同配合来完成 这样你配合着 配合可不是说它拿着 你们待会儿都得给我放到托盘上 打完了你不能它拿着 得把口记上 打记呀 不知道 哎呦 那这就是考题了 怎么记呀 你还用嘴吹呢 有 也行 也行 太累了 太累了 你们可以配合着 让别人给你扶着 你来绑绳啊 没有了 我可以让我别人扶着 让我绑绳 对呀 那你赶快让他帮你一块干 我不 我不会绑 那你就让蔡元西绑 你去拿着 我给你绑 怎么了 我走了 好 不 你打好了一个气球 是吧 好嘞 我来打 怎么记呀 我们都不会记呀 我这样吧 我给你们记一个 你们可以学一下 好吗 好 如果我不用绳的话 你看 我可以把它绕一圈 然后 把这个口 塞到这里面 记了一个鸽子 好了 快点 有规定的时间啊 你们快点快一点 要配合完成啊 好了 好了 绿的 想想 绕一圈 把那个口绕进去 这有点难 哎呦 哎呀 或者是 一个人拿着气球 把那儿 撑开 然后另一个人呢 拿着绳 把它绑住 新泽园 你来绑 对 蔡元西 你来拿着 两只手 把它撑开 这样绑也行 快 好了 好了 快拿好了 小妹让那样绑 别着急 好嘞 好嘞 使劲 记住了 记死了 再记一下 再记一下 再记 记紧点 我的绿的气球 快冲不住了 快点 快点 好 你把这个打好了 赶快找找 那个气球在哪呢 在我这 好了 绑住了吗 来 可以放在那了 好 快 最后一个 快快快 新泽园 你再找找 那个气球在哪呢 放上了 快点 我上了 别吃了 好 那你赶快来把这个球打起来 绑好了吗 绑好了 绑好了 对 绑住了 搁在这儿 不要 大宝 快快 还有最后一个球 你来打我 我来 别绕了 你这儿 非得把这个绕开了 你看 完了 完了 可以了 你把这个气球也放了 我来 十 九 八 哎呀 赶紧了 哎呀 你把家伙都放下了 你这还让谁赶紧呀 我们要赶紧 要不要 这个作为队长 在慌乱之中 更不能忙中出错 啊 这个本来你们还有两个胜利果实 结果呢 队长 你刚才又一直在 这个鼓到它那个气球 所以绳松了 气球 气儿没了 很遗憾 这道题 你们不能加水果 好了 橘子队 现在你们两队 差两片水果 语文书法 你们选什么 书法和语文 语文 好嘞 来看你这道题 请问以下哪个词 是形容人非常小气的 A 门外汉 B 铁公鸡 C 三脚猫 D 智多星 哪个词是形容人非常小气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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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B B是什么呀 何天一 我忘了 你忘了你就选B呀 我本来就听清楚了 但是 但是我最喜欢的B 所以 我很选B 我这样 我再重说一遍 来你听好了 三脚猫 智多星 门外汉 铁公鸡 铁公鸡 选哪个 这 这 这我都没听过 这几个词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是吗 这都是说人的 我会分行因为我是机器人 门外汉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门外汉 门外汉 就是门外的汉 门外的汉子 可以这么理解 但那有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样的人呀 男子汉不知道 男子汉吗 不是 三脚猫是什么意思呀 三脚猫只有三脚猫 就是三只脚 少了一条鸡 那铁公鸡是什么意思呀 铁公鸡 就是铁子的公鸡 就是铁子的公鸡 那我觉得应该是铁公鸡了 铁 铁公鸡 铁公鸡 还有智多星是什么意思呀 智多星就是特别聪明的意思 那好了 我最后再问一下 到底刚才我们说的哪个词是形容人非常小气呢 李兆锋 门外汉 门外汉 何天一 第三脚猫 三脚猫 潘锦臣 铁公鸡 铁公鸡 我这样跟你们说 你们三个人选了三个 得统一下意见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们 你们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选对了 谁呀 谁呀 我可不能告诉你们是谁 给你们五秒钟的时间 来 告诉我最终你们选什么 五 四 三 二 一 选什么 三脚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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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样吧 切丁壳 谁最后赢了 我们选谁的 谁 来 石头猫的布 好 我赢了 来 李兆锋你跟他去 石头剑刀布 一样 石头剑刀布 一样 石头剑刀布 一样一样 石头剑刀布 哎呦 李兆锋赢了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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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了 你鼓什么掌呀 李兆锋 你最后确定告诉我 你觉得正确答案应该是哪个呢 决定权就在你这儿了 你说哪个是哪个 来 告诉我 三 三 二 哪个 听自己的 你选的是什么 门外汉 门外汉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呀 说这个人特别抠 特别小气 是说这人一毛不拔 你觉得是什么 铁公鸡 因为铁的没有毛 哎 何天一说对了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铁公鸡 但是你们最终说的是门外汉 快遗憾 抱歉 不能加水果 好了 还有最后一道题 椰子队 书法题 怎么有书法 你们知道什么叫书法吗 我会写书法 可以写什么啦 真的吗 你会写啊 我会写 可能是柴米油盐 可能是琴棋书画 还是笔墨纸燕 你们说是哪个 笔墨纸燕 笔墨纸燕 为什么不是柴米油盐呢 柴米油盐 你还这不能招呼 你们有点立场好吗 好吗 柴米油盐是什么意思呀 米就是煮 煮饭的米 油呢 炒菜的油 盐呢 炒菜用的油 盐 那柴呢 柴就是生活的柴 对啊 所以它能是写字用的东西吗 不 那琴棋书画呢 就是画东西 对 琴 下的棋 书是书法 是不是画是画画 笔墨纸燕是什么 笔是什么呀 毛笔 墨呢 墨是 水 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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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汁 墨汁 笔墨纸呢 是先 先纸 对 燕呢 燕台 是吗 对 好了 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笔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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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给椰子队加上一片水果 好了 那么到这里我们整场的比赛全部结束了 椰子队最终得到了十片水果 橘子队得到了七片水果 今天的冠军队就是椰子队 恭喜你们 当然椰子队三位天明的小朋友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 感谢你们听听精彩的表演 好嘞 接下来要给椰子队的小朋友们参发奖牌 祝负你天心 不客气 祝负你老子游 不客气 祝负你一个圆 不客气 好了 接下来 有十秒钟的时间让你们来拿礼物 好吗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几十 开始 十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好了 这些礼物你们都可以带回家 好了 祝贺你们 当然我们要感谢从天津来的三位小朋友 谢谢你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的表现 我们也希望电视前有更多的小朋友 能够来到我们的智力快车 展示你们的才华 我们下周再见 кое 本封唯一藏起ラ 乌萌蓬窝走鸣岸 冰沙水沙匀 云亚暖 大肚敲鸣咖啥寒 更是与明珊千里喜 三星过后尽开言